小姐姐万万没想到 只因自己在街头 看了一眼这只流浪狗 它竟然一路尾随自己回到了小区 而且还每天都在小区里等着自己下楼 可奇怪的是 每次见到狗狗 它却不让自己靠近 一旦它想摸摸狗狗 它便快速地逃跑了 小姐姐上楼后 狗狗并没有跟着上去 而是选择蹲在楼下等候着小姐姐 然后它每天盯着11楼的房间看 因为11楼就是小姐姐所住的楼层 这位守门的大爷说 这只狗每天都盯着11楼看 却没人能够靠近它 一旦发现有人过来 狗狗就会慌张地逃走 狗狗每天都和小姐姐一起对视着 就这样一人一狗 楼上楼下相互看着 这位漂亮的姐姐说 大家都很想照顾狗狗 但它却不让任何人靠近 所以没有办法帮助它 一位小区的女士也说 狗狗在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 狗狗似乎并不喜欢成年人 尤其是男士 不过 它却经常和小区里的孩子玩得很开心 正在这时 狗狗突然激动起来 只见它伸长着脖子望着楼上 先是左边看看 接着右边又看看 突然 一位捧着食物的小姐姐出现了 狗狗兴奋地向小姐姐跑去 但是当小姐姐向它靠近时 狗狗却躲开了 似乎并不想让它靠近 紧接着 小姐姐只好把饭盒放在地上 自己远远看着狗狗吃饭 小姐姐说 狗狗是它一个月前 在街头遇到的流浪狗 自己只是看了它一眼 没想到狗狗竟然跟着自己回到小区 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小姐姐看它怪可怜的 所以每天都会拿食物下来喂它 动物专家表示 狗狗不怕小孩 只躲避成年人 有可能是它小时候流浪时 被成年男子欺负过 所以给它留下了阴影 小姐姐听完才恍然大悟 开始它还以为是狗狗并不喜欢自己 原来是这个原因 专家接着说 狗狗并不是不喜欢小姐姐 而是因为小姐姐也是成年人 狗狗是在担心小姐姐是否喜欢它 所以它一直很纠结 自己是否应该上楼找小姐姐 既然如此 那么就可以利用小朋友来救援狗狗 紧接着 经过动物专家的策划 首先召唤一群小朋友围成一个圈 然后利用狗狗对孩子们的信任 将狗狗引进圈子里 最后 让小姐姐进入圈子的中心 让它和狗狗互动 增加互相之间的信任 当狗子进入圈子后 居然看到的是自己日丝夜小的人 它先是有点不知所措 但当小姐姐将它抱在怀里时 它默认了 竟然没有逃跑 营救狗狗终于成功 紧接着 小姐姐和小孩子一起将狗狗带回了家中 面对陌生的环境 狗狗有点害羞 但是经过大家的鼓励和互动下 狗狗慢慢放松了警惕 当小姐姐给狗狗洗了一个泡泡澡之后 狗狗终于完全放松了心情 不再害怕了 而且还感到无比的开心 在小姐姐的爱心帮助下 狗狗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